主席,可以幫我們講一下說,因為今天特別出來回媒體 那現在查帳的進度如何? 在下週是不是每天都會召開記者會? 因為現在都是網友或是策異先抓到你們帳務有疏失 你們才被動攻擊 那現在是下週都會開始回嗎? 這個我們 我昨天晚上有特別回到中央黨部看一下 大概帳已經查了三分之一了 我想這個事件到現在也鬧了一個禮拜 其實我們痛經失痛 台灣民眾黨在過去幾年當中也遇到過很多挫折 不過每一次我們都還是可以克服挫折,繼續前進 那經過我們這個禮拜的反省 我們大概有幾樣的黨務改革要做 第一個,財務監督委員會 過去我們就有這個制度 因為我們這種捐款,不管他是多小的捐款 我們都有一個很完整的財務監督委員會 而且有外聘的委員 來檢查這些財務的支出 我們赫然發現 這一次總統大選,我們怎麼會沒有這個制度 那完全沒有作用 所以這個等於是一個人兩個人在看帳 然後又把他全部主要工作外包 所以這是的確很大問題 另外一點是這樣 我們最近中央黨部開始在跟外部的軟體公司 因為事實上目前企業有很多都是電子記帳 我們這次的問題就是我們看到憑證、支出 最後把憑證全部移交給會計師去登錄 這也有一個很大的問題 我們自己好像沒有內帳 那既然我們現在中央黨部開始在建立這種電子帳戶系統 如果可以建立的話 將來整個選舉帳戶也一併使用 這樣一開始就會有一個 終究還是要電子化 這樣才會不會像這次這樣 整個帳真的是亂七八糟 我昨天大概看了一下 他把有問題的帳專湊湊出來就一大跌了 從這個五萬六去登錄成五千六的 一大堆湊 數字湊真的還不少 所以第一個財務監督委員會的建立 第二 我們還是要建立長期合作的律師團 像這一次他們被傳訊 我們就發現奇怪 我們律師真的隨便抓 因為平常也沒有做準備 政黨是一個很容易去牽涉到法律糾紛的一個團隊 所以還是要建立一個長期合作團隊 第三點 我們黨內那個應變小組要重新建立 我們在選舉期間也有一個比較簡單 以這次案例 我倒覺得其實社會大眾不是懷疑柯文哲的誠信 社會大眾懷疑柯文哲的治國能力 因為那個事情發生以後 那個處理還是 在我們看起來還是方槍走板 所以我們會正常 依到我的慣例 還會寫SOB 啟動標準 比方說有三家媒體報導同一件事情 他叫緊急應變小組就要開始啟動 包括哪些人職務代理人的順序 這種都會重新建立 最後一點是這樣 我昨天也有找黃珊珊來講 我跟他講說辭職最簡單 屁股拍拍就走路 現在整個散後小組還是你要來負責 因為當時你是總幹事 那現在出事了 這些查障還有相當多的數量 必須要在監察院的登陸庭檔去更正 那剛才你講的 這種查障的結果與其陷入被動 讓媒體每天抓一兩個錯誤來打 不如我們就定期 把每次查障的進度 發現什麼 直接跟社會報告 最後還有一點 面對這種媒體的抹黑 還是有新聞回應的能力 所以我們至少 從今天早上9點 在中央黨部就開始開會了 有一個完整的 一個組織來做這些事情 所以財務監督委員會 長期合作的律師團 應變小組 散落小組 都還在今天啟動 最後是這樣 台灣民眾黨成立以來 你知道 還是遇到很多困難 其實看我們過去這五年 但是每一次我們都可以克服這些困難 繼續往前進 所以這次我也是跟大家講 我們不會被挫折打倒 我們一定會繼續努力 繼續前進 我們最後還是要改變台灣 怎麼看學者小令元 對最近的風波有做一個評論 他說你推翻兩黨的挑戰已經結束了 接下來會回歸藍綠對決 這不會 這一點我就很有自信的跟他講 如果有他來台灣 再跟他純粹做學術的討論 藍綠對決 如果兩黨政治要長久存在 它有先決條件 就是說 這兩股政治勢力在不同的年齡層 它分布要很接近 今天台灣在這個45歲這條分界線 上跟下 它那種 藍綠白的分布完全不一樣 所以台灣已經沒有辦法再形成兩黨政治了 但怎麼看說現在雪中送炭的是朱一倫主席 然後他可能還是要為接下來的藍白河 可能還抱有合作的希望 你怎麼看 政治人路 場面話大家都會講 對我們來講 我們的問題我們自己解決 其實我跟你講 這也是台灣社會很遺憾的地方 就是說 當年黨政軍退出媒體是哪個政黨的主張 我發現民進黨已經變成他們要打倒的人 就是說你們就司法控制媒體 然後再做一大堆應用 其實我跟你講 每天爭論節目那樣演 有沒有效 當然有效 有看電視的每天這樣看還是有效 那但是 這個對整個國家有什麼好處 我覺得 所以人家說台灣 那個現在政治上最大的亂源 就是晚上那些爭論節目 每天講一大堆 那政治人路只是 不管是利用爭論節目 或者是 不管是利用 或者是 撤你 那就是說目前台灣社會的惡性循環 因為昨天中評委討論兩個半小時都沒有結果 那現在就是傳說說好像中評委這邊分成了寶山跟札山派 而且他們不敢動作就是因為還要問過 你怎麼看 那第一點喔 這種重大案件 你知道 我也不贊成缺席談判 缺席裁判 就是說 他們 他們的消息也是從網路上 或是從 這種 大家 代為轉傳 所以我覺得這不公平 你怎樣總是要 特別這種重大處分 你知道 總要給當事人來 來陳述嘛 所以 所以我們還是尊重中評委獨立的審判意見 但是我認為要給 當事人有一個去 說明的機會 所以後來他說好 那我們就先把案情了解 那好像下禮拜二吧 再把當事人找來說明 我跟你講齁 辭職走人最簡單 所以有時候要留下來善後才比較困難 所以我也跟你們講說 這個該是誰的責任 誰又出來把它弄好 這是我的態度 所以你自己比較偏向不要開札黃珊珊嗎 不是啦 該處分的要處分 有政治責任 但是也不是說一次就把人家全部幹掉 這也不對 你誰又被擔心說 黃珊珊如果真的被開札之後 會影響到未來二六部級 因為現在外界有個說法 認為說中評會最後的建議 您的態度是怎樣 但是這樣齁 例年當然會 我有我的想法 但是畢竟中評會 這又回到我們台灣民眾黨的特色 每個人都有每個人自己的想法 有時候也是很難預測 大概就這樣 好啦 所以主席你的想法是什麼 唉 我覺得第一步 其實對我來講 處分那個再說 先把整個故事先 先把目前這個事件先結束 因為這才是當負之急 要不然每天媒體這樣拋諷 你知道 這個 有一句話說沒有死也半條命 其實我非常清楚 那個憑證什麼都在 我對我們的人基本是有信任 只是說 會出這種匪夷所思的事 我們既然有還有一點 台灣民眾黨就是太誠實 我們就是誠實聲報 就像看 其他黨就在想說 這太危險 乾脆不要記錄上面 我們不會 我們就是 該 該 我們就是該 該記錄的全部記錄上面 當然寫得越多 就被跳毛病越多 不過我也想過 我倒覺得寧可誠實面對問題 然後 在過程當中 把他們的缺點一樣一樣改掉 這是比較好的 好